大家好朋友们 12月2号啊给您做一了啊 现在是晚上19点28分了啊 看看那个高瑜啊高大姐 他转的这个唐诗增的一个复告啊 唐诗增啊号称中国 哎呦有点反光啊 号称中国第一战地记者啊 唐诗增我跟他没见过面 但是我们俩也算朋友啊 反正那个唐诗增原来搞了一个微信群 都是他的粉丝500人 结果没一个礼拜吧 三天啊几天 解散了 说接到有关部门通知给压力了啊 有私是吧 二舅姥爷啊给压力了 然后就把我们的群给解散了 我们都算他的粉丝啊 这个唐老鸭的法律顾问 那个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那个徐家丽 是我的法律课的老师啊 所以这个是吧 全世界不超过七个人 谁跟谁都认识啊 唐诗增写了一个复告 前两天唐诗增去人家家里了 是谁啊 范承秀 薄熙来的丈母娘 第二任丈母娘啊 你看唐诗增是这样说的 CCP的优秀member啊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因为他老公谷景生 好像在新疆当过第二书记 好像是啊 然后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在宁静胡同啊 李锐啊 什么什么这个胡耀邦啊 都是中组部的部长 原来啊 李锐干部李锐是副的啊 李锐干部范承秀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0年11月23日 17时17分下午啊 在北京逝世 享年99岁 定于2021年12月8日啊 这个过了15天左右啊 上午9点30分在301医院西院啊 他分东院西院啊 告别厅 向范承秀同志告别 随后在八宝山火化 很多老干部老将军死后 都在八宝山举行仪式 没在八宝山 只在301医院的西院 那么我感觉有点故意的 就压低他们这个规格啊 在共产党这个圈里边 高干啊 老干部老将军 这圈里边混的 他们特别在乎啊 如果你要不在八宝山 那举行告别仪式 那是吧 反正就证明你们家已经被边缘化了 已经不得烟抽了啊 这个当然了 因为他女婿把他连累了 对吧 他女婿薄熙来吗 八宝山有俩公墓 八宝山一个是老百姓的 在西边 那条南北街 长安街以北往西走 200米 进那门 啊 我这个在八宝山送过好几个人了 是吧 都是老百姓那个 还有一个叫革命公墓 那个人家是都是头 头还分级别 啊 你死后 有没有墓地啊 是上墙 是墓地 在哪个厅放骨灰 骨灰盒啊 都分级别分得清楚的呢 这个 特此复告啊 2021年的 12月2号啊 再过六天啊 要给范承秀啊 薄熙来的老丈母娘啊 古景生的老婆 要举行这个告别仪式 联系电话 还有两部手机 这两部手机 不知道是官方的 还是他家属的 有可能就家属的 是吧 他有个女婿 他是五个闺女吧 五朵金花 可能那四女婿 也是军队的一个少将 好像是海军的一个少将 是军队里边搞这个军事外交的 搞军控的 搞裁军的 好像是 应该属于总参 总参情报部 外事局的可能啊 你看两部电话 一个是1366 121 3168 一个是133115 23225 1366 121 3168 133115 23225 还有电话 固定电话 这显得比较正式 好像有个办公室 有人接电话啊 军县 军县啊 那这老太太 他退休的时候 没有军队的身份 那谁给他 怎么又跟军队有联系呢 那难道是301的电话吗 啊 解放军总医院的吗 军县 0201 0201是前面的区号 后边是733 三个三 7333 7333 616 地方县 就同一个号码 从地方打 是010 010是北京的区号 6673 6673 33361 在北京 你要看前面俩666的 然后有可能就是军县 但是不一定 有的电话号码 6601 6602 6603 这是西单那附近的电话 啊 北京市各个地方的电话 我都门清啊 军队是66 后边直接是多少 比如说 6673 6674 这个往往跟总证有关系啊 然后比如说668级 669级啊 有的是海军 有的是空军啊 6633啊 是吧 这我都知道啊 有的是战略火箭军 现在啊 过去叫二炮第二炮兵 是吧 比如说武警是多少多少啊 你比如说警察交通警 他们就有比如说有 有市电市电 就是北京市的地方的电话 还有专电专电就是交通队的啊 从这个交管局开始的电话号码啊 那有专门的号啊 还有比如说这个呃 新华社啊 有专门的电话 我都知道多少多少啊 还有这个中南海中南海有专门的号啊 也叫中南海局啊 中南海局的行政处处长还来过我的公司 跟我洽谈业务 但是最后没成是吧 是我们老乡 河北仁秋人啊 我妈的老乡啊 具体地址在哪啊 在五颗松桥的西南角 五颗松桥 五颗松桥指的是西四环 那个那个桥啊 高架的吧 然后下边有红绿灯 有那个路口 西南角 那就是往南向南三百米 路西 路西 那是四环 西四环的外侧 西四环的外侧啊 这个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阔湖西院的告别厅 那那附近原来是军事医协科学院 军事医学科学院啊 原来是在那 这有这是这老太太啊 长这样 这老太太山西人啊 山西人 这有薄熙来和他闺女 还有薄瓜瓜 他的外孙 他这个老五的闺女叫丽儿 丽儿啊 看看 是吧 丽儿 给送了一个花圈啊 上面有个遗像 前两天我不是说了吗 这个老太太家住东四七条 那胡同里还住着原来的副总理 兼中宣部部长 陆定一他们家 马路北 一个大宅门里边啊 1957年 这老太太被打成右派了 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任职的范成秀 因为保护下属 他替他的手下人说两句公道话 结果被打成右派了 他是中共的将军里边 唯一被打成右派的家属 将军就多了 1957年 那中共是1955年受闲 1955年受闲 受了多少个将军呢 我这有 我这有这个这个 有资料啊 一千多个将军 给大家查一下啊 元帅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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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10个 上将57个 元帅10个 大将10个 上将57个 中将177个 少将他们家是少将 古景生是少将 少将1360个 一共这么多将军啊 我算了一下多少啊 就唯一 政治上不正确 说白了 有点人味 有点人性 有点人品 有点人格啊 唯一的这么一个 敢说两句真话 这个心肠是热的 不是脏心烂肺的 不是唯唯诺诺的 不是说假话 只会溜须拍马的啊 就这么一个啊 这老太太 1360 加177是多少啊 本来啊 这个是1500 1537 1537 1537 再加一个 57 那是1594 1594 再加一个20 是吧 那就是 1614 一共啊 这么多元帅和将军 1614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 是吧 被打成右派了 家属啊 家属 唯一被打成右派 他的丈夫 古景生 时任 国防部 五院政委 国防部 五院 就是研究原子弹的 第五研究院 就是那个谁 钱学森 他们都是那的啊 负责 航太科技 航空 太空 就是两单一星 基本上啊 因拒绝 与妻子 离婚 所谓的 划清界限 而被降职使用 这种东西 都被打成右派了 这种东西 都被打成右派了 这种东西 都被打成右派了 好吧朋友们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这老太太啊 受薄熙来的连累 进不了八宝山啊 所以就给压低了这个丧事 这个这个规格了啊 这个在中国就是这样啊 是吧 你看现在某一个人 老家陕西的 哎呦给他抬的特别高 说他是改革开放 恨不得都不是邓小平的了 是他们家弄的 实际上是吗 对吧 他只能说是参与了 对吧 只能说是参与了 而且这个人到晚年都精神不正常了 被折磨的 是吧 这里边啊 他老伴啊 前一段在他百年诞辰写的回忆文章 就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那个文章哪天我给大家仔细的剖析一下 里边很多细节 是吧 这个魔鬼都藏在细节里边了 好吧 谢谢大家啊 非常感谢 你们能触 nowhere 在ấA 对 你